農農黑煙不斷向上颤 俄军再度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辅附近 大型发电厂 造成至少二十万人紧急断电 乌克兰电网运营商就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奥德萨克科夫、扎波罗热利沃夫和基辅等地的 变电站和发电设施在俄罗斯的袭击中遭到破坏 对此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 至少有十枚导弹击中哈尔科夫市 乌克兰最大的私营电力公司DTK也表示 该公司的两座发电站遭到俄军袭击 造成进一步的严重损坏 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丁却把俄军行为合理化 称为是报复行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多次袭击 无国能源设施 DTK也在上个月二十二号和二十九号 先后遭到俄军自入侵后最猛烈的袭击 将近八成的可用电力完全被毁 若西方不尽快援助乌国军武 乌克兰惨况恐惠加剧 三里新闻林九七八道